普美彭·阿杜德·泰文 英文 1927年12月5日到2016年10月13日 即泰国国王拉玛九世泰文 中文名正古 1946年登基 1950年5月5日加冕 是却克里王朝、曼谷王朝的第九位国王 普美彭是泰国国王拉玛八世阿南塔马西敦之地 两岁时丧父 1933年随母一居瑞士洛桑 曾在洛桑大学攻读理科 1945年回国 1946年6月9日 其兄阿南塔马西敦国王突遭暗杀后 他继承皇位 1950年5月举行加冕典礼 为泰国王拉玛九世 普美彭国王学识过人、多才多艺 他精通多国外语并赚有专注 能讲流利的法语、德语 乐中音乐并作曲作词传唱至今 曾获奥地利音乐学院音乐博士学位 喜好摄影并多次出国举办个人影展 深谙机械并获得多项欧洲发明奖 他是快艇和风芳好手 年轻时曾代表泰国参加国际快艇赛得过奖牌 还曾驾风帆横渡泰国湾 在位期间 他的足迹遍及泰国各个角落 广受泰国人民爱戴 普美彭国王生前积极推动泰中关系 曾接待过多位到访泰国的中国领导人 2015年2月15日 根据福布斯排名 泰国国王普美彭阿杜德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君王 其个人财产在225.86亿欧元左右 2016年10月13日晚间7点 泰国王室宣布普美彭于下午3052分驾崩 享年88岁 还随意聊聊的朋友们 我是Linda 谢谢你们支持 我会继续做好影片 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可以发问我 我会尽快回答 我会尽快回答 我会尽快回答